南韩直播主额音 经传六日被发现 蚕死柬埔寨 消息传回韩国后 让大家震惊不已 粉丝跟亲友到她的IG留言 表达对她的不舍 据报导指出 额音在柬埔寨遭气施 是否跟诈骗集团有关 还不得而知 不过额音曾在3月17日时 宣告要退下直播主的身份 开始过一般人的生活 还说回国后 会在YouTube分享真实的自己 并公开自己听到看到的 除了间接证实 她仍不在韩国的消息外 也曝光了有神秘影片的说法 而她最后一篇发文 停留在3月22日 粉丝跟亲友涌露 跟她道别并心碎地写下 在你生日前 吸收到这样的噩耗 今年的祝福 不会得到你的回应了 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在那边不会痛了 而南韩外交部透露 目前正跟柬埔寨当局联手 积极展开调查中 也希望可以不要再有不好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